他有钱到你去补习 所以你知道答案有什么好厉害的 那个很那个吗 然后呢老师喜欢你啊 所以叫你你会打 你会打得厉害吗 有什么厉害的 有什么了不起的 其实学生他们要去面对很多的peer pressure 这些peer pressure是我们老师不知道的 所以你会发现说很多小孩子 为什么他不愿意去举手 只有算是他知道那个答案 他也不想要分享 其实这might be one of the reasons 但是不一样 当我们到学士达到现场的时候 我们把小孩子分组的时候 你会发现小孩子是怎么样的 赶快讲 赶快讲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得到分数 所以说当知道答案的同学 举手起来回答的时候 他不是为自己得分 他是为谁得分 为自己的小组得分 所以等到他答对了为小组得分的时候 他是成为他们那组的什么 hero 所以每个人都会给他或他一个大招 所以这就是不同的 所以在学士达现场 你就知道学生他们都很想要 表达他们的答案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可以为他们的小组得分 而且他们知道 他们为小组得分之后 他们会得到他们小组组员的support 所以这就是一个三的循环 好 接下来呢 这是学士达张万神老师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问答题的设计是学士达的明白 所以questions是很重要的 所以great questions I share this the last time I came to Hong Kong great questions always lead our students to great answers okay please keep this in mind 我们要训练学生的critical thinking 你要给他们一个questions 而且你要知道你的学生的成功在哪里 你要用什么样的questions to lead them that's the most beauty a most beautiful part of share a story okay should sit down and we teachers should have an answer to each question but our answer shouldn't be the question but be the answer okay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答案 但是我们也要accept that students they can have their own answers okay 所以我的提问的几个指导 几个引导的原则 第一个封闭式的答案 这个很简单 就是有例如说这个vocabulary 中文Chinese definition是什么 这是有标准答案的 那有一些是开放性的答案 这个东西就很有挑战性 especially when students are exposed in the internet they can come up with so many answers which are very very challenging okay 那有时候 你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准备好 你要去接受小孩子 他可能得到的答案是 超乎我们可以解决的答案 ok 不要给学生答案 然后呢训练学生利用网路 笔电啊 手机都可以 接受学生像在台湾 在台南 你要让学生用英文回答 像我上次来的 oh I was taken by surprise 真的那个孩子的程度 你们的程度太好了 真的是很棒 所以说就是我自己呢 有一点点心虚了 因为这么好的学生 还需要我的帮忙 其实我大概能够帮忙的 也是很有限的 好 所以呢我的主导原则 第一个小细节 大结构 小错大错 来 我问各位老师 考各位老师一个 一个临场的问题 如果学生在上台报告的时候 你发现他的简报内容 有放big mistake 跟small mistakes 你会讨论他的 你会针对他的大问题 讨论还是小问题 谁问题还是大问题 big questions or small questions 这是我个人经验 skip the big questions skip the big questions 因为大问题 通常 you gotta spend a lot of time explaining to your students 然后呢 在你解释完之后 第一个 时间耗掉了 第二个 你觉得学生会在你讲那么久之后 还会记得你讲什么吗 No Believe me Students won't remember 他只记得 老师针对我那个问题 讲了我十分钟 他讲了什么 那个你一定要相信我 他们都忘了 但是他只记得 老师讲了我十分钟 但是如果我挑他的小问题 比如说 这边忘了加S 那边忘了加过去世 那边这边要用什么时代 他会怎么想 我只是不小心 但是我没有错 我只是不小心 所以说他们会 build up their confidence 但是如果你针对他的大问题之后 你一讲 一定讲五分钟 十分钟 学生一定会讲说 我又被验了 我又错了 我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 他其实忘记 你在跟他讲什么了 OK 所以说呢 这是我的建议 就是我们小错 但是你知道 为什么会有大错 为什么会有大错 因为是小错 累积起来的嘛 所以当我们把小错解决了 大错很有可能就不见了 OK 这是我的theory OK 好 放大学生的亮点 最后这个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当我们从事学士大了的时候 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We teachers are there to support 我们不是要去教训小孩子 平常上课不讲话 你站在台上来 好 我要给你好看 我要给你难看 我问一些问题 让你答不出来 让同学笑 No That's not how we teachers are supposed to be 所以这个问题 非常非常重要 其实我整个学士大了的过程 我最enjoy的 就是我跟学生之间的 这段对话 我针对他提供的问题 I keep digging 我一直挖 我一直挖 Sometimes students surprise you Not sometimes All the time Students surprise you 你会知道 发现说 其实他以前上课有来听 因为你挖出来的东西 你可以验证 你在课堂上教的 所以说 I enjoy asking student questions 那学生答不出来怎么办 我把这个问题 开放给台下的学生 那台下学生 拿了出来 就可以为他们那一组 得到一分 那详细的这个分数的 配分的方式 我会在下午呢 再跟各位分享 好 所以怎么样去评断 我们的一堂学士达的课 有没有成功 很简单 当小孩子走下午 讲台的时候 他会期待 下一次再上去报告 那你这次的结文 就成功了 好 那接下来 我就秀 秀一些版本 这些版本 我在上次来的时候 有分享 我一开始是用纸本 所以说 如果各位老师 你们的学校 没有这么好的equipment 你可以尝试用这种纸本 那这纸本的做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把它变成一个B4 我这些资料 我都会分享给各位 我在一个B4里面 把它切成八格 让每一个都做一个question 像你们可以知道 这些题目是给哪些学生用的 A还是Z A还是D A 对不对 让他们有事情做 他们只要用纸本 用纸本 他们可以 查看中国的证明 然后写在这个地方 And this is my student's feedback 这是学生做的 OK 那个时候是 他们只有手机 那时候没有平板 他们只有手机 所以他们就是 边找 边找答案 还有一些材料 我提供给他们的materials 他们在上面做答 那做完答之后呢 我就开始抽签了 我要讨论第五题 那我怎么办 我就开始抽签 抽到了学生 我就走到他旁边 把他的讲义拿过来 我就用手机 然后把那个picture 传到我的云端 然后再通过我的电脑 像这样子 把它讲出来 那student就开始上台来讲了 讲说 Good morning Great their classmates 然后就把题目里演练 然后意思翻译一遍 然后就把这个答案 share with their classmates OK This is my favorite part analyze the sentence OK 那我就给他一个 一个sentence 他们就要去analyze 这是学生给我的 OK linked modifiers and clauses relative clauses things like that student will will give me this kind of feedback and this one how do you like I love this this is the best question I have ever given to my students this is about the pray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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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on or something 那个位子祈祷文 Mac author 那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 how do you like general Mac author would you like to be his son 你知道他位子祈祷文 很有名的一篇文章 对不对 我就问学生 你会想要当他的儿子吗 why or why not 那个类似这样子的问题 那你看学生给我的回答 他可以选择要 选择不要 但是of course 你可以发现他很多地方 还是错误的 但是问题是 critical thinking 让他们脑筋 不是被动的 而是主动思考的 这就是学生给我的答案 就是你们知道整个 名帐大概知道 整个操作的模式了吗 好 就是你用手机 然后就把他学生 答案拍 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在台湾 学生上台报告 他在讲什么 他自己听不懂 下面的学生 台上的人在讲什么 也听不懂 每个人都听不懂 老师呢 站在旁边 要装听得懂 because you have to be supportive right 就是你要装的听得懂 那他报告完之后呢 排排长 那个鼓手 就下去了 doesn't leave that 但是呢 如果把学生 让他秀出来 在projector 然后这样秀出来的话 学生 下面的学生听不懂 他会怎么样 read there's practice for reading right 那我还有个机制 学生有问题的 在上面找到 报告同学写错的地方 又可以提供正确的答案的话 他们那一组可以得分 所以说你就会发现 下面学生 他们也会仔细看 报告的同学的那个 好 这些 都是你看这些 画得好漂亮 对不对 那个 学生有画画的本能 这是我身叫一个 touch my heart 我让他们draw a plan 你看学生 是很有才华的 我们只要给他机会 他就可以秀出他自己的才华 你看这学生 他找到了一个plan 他把他plan画在 我这个方 这个 给他的这个纸上面 你看哦 你会发现这个学生 很适合当什么职业 我们今天早上有提到的 当tour guide 我带各位来到touch my heart 我要跟各位介绍 来这个高多少 高多少 a lot of facts right 所以这个学生 他是适合当tour guide的 好那接下来有数位版 那数位版就是 我搭配google slides 我在下午的 那个workshop 给大家看 会跟大家一起来 研究看看 这就是目前 我上课的样子 把学生在上面 上来报告 每个同学 有一台chromebook OK 那他们四个人就 work collaborate together with each other 好这是我的问题 数位版的 这是学生给我的答案 好这是学生给我的答案 they can collect a lot of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这是我的question 这是学生给我的答案 这是学生给我的答案 right question answer pros and cons analyze the same the same but digital version see this is my student's work modifiers clausels prefix or things like that OK very touching 所以 in the end i want to show you some video 就是 你 你们就去看 好 是我介绍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My name is Ling Zitong and I come from Tool 6 And now I'm going to talk about question 4 好 还不错 你的还不错 对不对 是不是我教的 I know I know it's not me 因为他来之间 因为是高一 他们刚进来没多久 所以他英文讲之后 这么好 我知道 it's not because of me OK 但是我给他一个舞台 让他上学家 但是重点不是在好学生 因为其实好学生 需要我们帮助是有限的 我让各位看一个学生 你就知道呢 how hard it is what we teachers in Taiwan 你会记得把自己留意 再上去 Ling Zitong Ling Zitong Data Ling Zitong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Ling Zitong Ling Zitong Ling Zitong Where did you belong If you belong Where did you belong Harwy 你有沒有聽到嗎 I grew from He is my student 他就在上面這樣支支吾吾 This is a very good disciple 你知道他在台上講多久嗎 八分多鐘 這樣子的學生你叫他程度 他這個程度在我們班上學生是最低的 Generally speaking 如果這個學生在你們班上 通常都是在旁邊陪讀的 你知道嗎他是陪著其他同學讀書的 從來沒有這麼多的 我的focus在attention在他的身上 但是我那一天抽到他的手 我就打定注意 我一定要幫助他讓他在台上 得到信心 所以說你注意聽喔 他一開始的時候 學生笑成一團 他們不是惡意的笑 他們班級的關係很好 所以他在上面 就在那邊支支吾吾 他講了八分鐘 我問各位誰讓他 在上面講八分鐘的 誰 It's me Because I want to be there I want to be supportive 所以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錯誤 我就一直鼓勵他 Encourage OK 2 months later 2 months later 2 months later The same student 我看一下 你有没有把这个影片那个吗 I want you to show I want to show you the difference So this is quite important Just in two months I have to turn on the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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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t in two months Let's see The same student You should stop OK Still Still It's limited But as you can see He is improving OK 而且他能够站在台上去 不会害怕 然后他帮一个风 他可以赶架 This is the It brings me a great sense of achievement All right So this is just some Some example OK So time is up I really I really appreciate You're attending I'm waiting for today's workshop And 我在最后面的这个 这个简报 我会放在我们今天的 Google Classroom You can download OK You can download You can download 那我很希望说 我很珍惜 这次能够从台湾来 跟各位英文老师 能够有所交流 那如果各位老师 有任何的想法 能够一切愿意跟我交流的话 You are more than just welcome All right OK So I would like to To say thank you to all of you OK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know you're all hungry And you're very ready for the lunch But two things Two things OK The lunch was served Downstair on the ground floor So you can take the stair One floor down And then Go into the canteen And you can get the lunch And Like lunch But Before that You need to sign OK That's a very important Step you need to do Before you get lunch OK So yes You're a prisoner to roll now But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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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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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上次 要什麼同意呢? 不過因為第一次 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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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 第二次 第一次 第一次 完成了很多 沒問題 沒問題 繼續 謝謝 因為我上次 如果我去那次 就好像不一樣的 我再跟你講 但是 看看 我再跟你講 不饿,不饿,听说还更重要 鸡肉,鸡肉,鸡肉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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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